澳大利亚媒体在日前报道 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属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是一个情报收集平台 多管齐下拉拢美澳等西方国家的政界军界还有商界领袖 但是这些领袖却浑然不知 中共的所谓联谊组织实际上是解放军的一个情报收集部门 另一方面分析认为 中共也通过金钱外交收买西方政客 包括西方的军界 许多西方政要受到中共的统战还有渗透 在各种外事活动中给中共以帮助 澳大利亚《悉尼晨风报》5月25号发表 中共苦心经营结交朋友 文章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退役上将比尔·欧文斯 受到中共总政治部主任张扬的款待 见到多位解放军将领 文章披露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张扬负责维持解放军的纪律 意识形态和抵制叛变 另外一个职责是要找出外国国防机构的薄弱环节 并影响他们的决策 而联络部下属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有联会 原名敌情侦察部 主要责任是开展分解敌人和团结友好军事力量 而根据澳媒《菲尔法克斯媒体集团》报道 退役的比尔·欧文斯海军上将是中共军方的红人 他曾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以及他的前任徐才厚吃过便饭 在过去六年中 他会见中共高层将领花的时间大概比所有在职的美国将军加起来还要多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 友联会还安排了由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靖恒为首的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 在中南海紫光阁与欧文斯会谈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 许多西方政要受到中共的统战和渗透 在各种外事活动中帮助中共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全球了 那么对中国了就是进行那个说话的游说的人 那么确确是非常多 那么所以就是说目前的在全球了 就是说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了 现在遇到的阻碍了 那么其实第一阻碍了不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而第一阻碍了是来自于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建立的这个统一战线 那么当然是影响非常大的 友联会还邀请了澳洲前总理霍华德 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参加首届中国公益慈善论坛 新西兰新报主编陈维健认为 西方国家当然意识到中共的渗透 但是因为西方国家追求中国的市场 他不得不跟中共交好 但是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利益需求在里面 就是西方就是通过就是跟中国的贸易啊 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 现在因为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都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中共呢又通过这个经济外交呢 就是收买这个西方的政客 包括西方的军界的 报道还说欧文斯将商业、军事、科技领域的专长用于一系列电信公司上 他还在香港拥有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最近又在北京成立了咨询公司普罗米修斯 主要是针对跨境的技术转让和收购中如何克服政治壁垒 而欧文斯所说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慈善事业 就是赞助无数退休的美国高级将领访问中国 耐人寻味的是 他的美国退休将领团队之间达成的具体行动方案 一切都是对中共军方有利 而完全没有中共对美国具体承诺的回报 澳洲最大富豪之一 澳洲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 福利斯丘金属集团总裁安德鲁·弗·弗雷斯特 最近一直谈论上个月他与中方高层的谈话 并告诉澳洲人要与中国友好相处 但是他却不知道 接待他的中共所谓联谊组织 实际上是解放军的一个情报收集部门 报道说澳洲四大银行 捷达航空公司 澳洲商业委员会的高管层 以及前驻华大使瑞杰瑞 都曾接受过中共这一组织的款待 但澳洲的这些商界领袖们却浑然不知